我的法团打算幫大廈買第三者責任保險 有個保險代理就叫我游說法团的成員 光顧他那間保險公司 還說送一年免費家居保險給我 那我應該怎樣做 當然要拒絕 因為你是代表法团辦事 如果你收了保險代理的利益 就是那份免費家居保險 而他游說其他法团成員 光顧他買大廈保險 已經觸犯貪污罪行 我建議你馬上向廉政公署舉報